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12月15號 星期五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最新數據來了 外資持續撤離中國 看衰中國經濟 與此同時 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創歷史新高 藍州牛肉麵真撐不住了 生意一落千丈 風頭不在 有哈佛學者透露 中共太子黨今非昔比 日見示威 甚至羨慕其網紅李佳琪的賺錢能力來了 儘管北京當局近期出臺了一系列穩定房地產市場的政策 但中國房地產市場依然遙遙一墜 週四 北京上海兩大一線城市同時宣布大幅度鬆綁房地產限購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最新數據來了 外資撤離中國規模驚人 美國聯邦儲備局再次維持利率不變 明年更可能開始減息 刺激紐約股市週三13日大幅上揚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首次突破37000點關口 創歷史新高 中國投資市場卻兩樣勤 根據國際金融協會最新公布的數據 外資11月繼續撤離中國 債市路德淨流出43億美元 是連續第9個月外流 數據顯示 外資上月投入中國股市的新資金 淨投入金額只有6億美元 今年首11個月累計 外資從中國股市和債市撤走的淨金額為781億美元 然而 向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 資金淨流入卻達2147億美元 但是11月卻有434億美元 是今年1月以來最多 國際金融協會的報告指出 明年新興市場貨幣的回報率將與美國保持密切關聯 北京與西方關係惡化仍然是中國資產下行主要風險 另外 路透社報導 國際評級機構會議對中國2024年的經濟展望為中性 但認為當局將繼續面對外部需求疲軟 房地產危機和地方政府債務等不利因素 預計國內生產總值增速 明年將從今年的略高於5%滑落 放緩至4.6% 蘭州牛肉麵真撐不住了 生意一落千丈 風頭不在 事實上 蘭州牛肉麵正在謀變 開店速度變慢 門店幾乎沒有增加 曾經的網紅牛肉們真的沒落了 稍光兩億 瘋狂關店 網紅牛肉麵沒日滿賬 最近有關蘭州牛肉麵示威的言論一直甚嚣沉上 紅餐網文章稱 走訪了廣州幾家網紅牛肉麵店後發現另一番景象 在工作日的午餐和晚餐兩個用餐高峰時段 紅餐網多次路過位於廣州市區的正家廣場 樂風廣場等 發現商場內的陳香貴 馬季勇 張拉拉三家品牌的多家門店 發現大部分時候門店內的上座率都在60%以上 如果是週末 部分門店還會出現排隊等座的現象 今年以來 蘭州牛肉麵品牌們在門店擴張方面反而是有提升的 根據陳香貴官方微網發布的消息 僅僅在9月 品牌就開出了15家新店 新開門店位於上海 廣州 武漢 杭州等地 11月 張拉拉官方微信也發文稱 簽約門店已突破300家 紅餐大數據顯示 截至目前 三大網紅牛肉麵品牌中 馬季勇 門店最多已超240家 陳香貴緊隨其後 門店也有近240家 而張拉拉的門店則有60多家 蘭州牛肉麵品牌們在市場上開始活躍起來的同時 他們在經營方面也有做出一些改變 以馬季勇 陳香貴 張拉拉等三大品牌為例 總體上看 他們仍然保留了較高的價格定位 如果想要吃得更豐富些 點上份套餐 或是在一碗麵的基礎上 再加點小吃或燒烤 人均價格通常會去到35元以上 三大牛肉麵品牌陸續在菜單中加入了大量的燒烤 小吃 飲品等品類 對於家庭顧客 蘭州牛肉麵 還推出了相應的兒童套餐 比如張拉拉推出了19.9元的兒童套餐 包含西紅柿 西蘭花 還有牛肉片等單品 中國山寨涉香葡萄偷取種 日本點名轰 太無良 日本秦王涉香葡萄 因帶有特殊香氣 皮薄 多汁鮮甜 不但在日本國內受到歡迎 更在台灣掀起旋風 但售價不便宜的秦王涉香葡萄 卻在中國和韓國被山寨種植 導致日本一年損失超過100億日元的特許權使用費 也讓日本面臨國品知識產權保護困境 法新社報導 涉香葡萄是日本耗費33年 付出許多新力 開發的水果品種之一 在東京的百貨商店 有時賣到約和台幣3300多元 一名在長野縣上田市種植涉香葡萄的果農 中村郵寄 原本打算將涉香葡萄出口到香港或泰國等地方 卻意外發現消費者可以在網絡上找到來自中國和韓國山寨版的秦王涉香葡萄 事實上2016年 中國就曾經出現過山寨版的秦王涉香葡萄 甚至一度改名為陽光玫瑰 相印翡翠 日美也報導到了中國 一公斤只要400到600日元 售價比日本國內便宜許多 法新社報導 由於日本並沒有在國際規則規定的期限內 在國外註冊此葡萄品種 導致日本沒有合法途徑 強迫中國或韓國停止種植 秦王涉香葡萄 如果北京承認日本需要有秦王涉香葡萄的專利權 每年可能需要支付給日本超過100億日元的權利金 哈佛學者 眾多太子黨權勢衰微 羡慕李家綺 華裔哈佛學者陶瑞8日在X平台發帖表示 前段時間在國內和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的子女們吃了一頓飯 讓我感慨的是 中國確實變了 這些紅色權貴的權勢 也如同他們七老八十的年紀一樣衰微了 陶瑞表示 讓他驚訝的是 當聊到了李家綺 靠直播帶貨 年入數億 這些紅色權貴竟然言語間流露出不少羡慕之情 話裡話外透露出 這年頭他們錢也不好賺了 不少網友對陶瑞的帖子跟評 照洪濤說 當權力的野獸在身邊咆哮 人們會變得格外謹慎 只要日子還能過得下去 他們就絕不會多說一句話 他們漠視自己的權利 也漠視別人的權利 但是我們知道人類社會是一個整體 沒人可以置身事外 一人不自由則人人不自由 一人不安全則人人不安全 這糟糕的制度能夠運行是因為我們都曾經未知出過禮 北京紅二代雷天 當時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這些都是左派 這些人一直搞公司撈錢 現在比較收斂了 他們和習之間也相互提防 現居住在紐約的紅二代方明10月曾向大紀元透露 現在大家就是想方設法把錢轉移到海外 怕自己被中共割韭菜 另一位紅二代趙薇則表示 紅二代對習近平不滿是不滿 但是最想保住的是自己財產 大陸造假新手法 茅台酒瓶 鑽孔換甲酒 杭州市苟樹區 市場監管局12日發布了一種新的茅台酒造假方式 即鑽孔茅台案 造假者先揭開茅台酒的標籤 在瓶身上 鑽出直徑0.2毫米的細孔 抽出真酒 換入假酒 再用瓷粉填上 貼回標籤 最早揭露鑽孔茅台案的是寧波某公司 該公司從上門推銷人員處購入了貨值25萬元人民幣的茅台酒 懷疑這批茅台酒是假酒 然後經過酒廠在浙江的鑑定人員鑑定後 確認是假酒 目前兩名嫌疑人已經被抓 該消息發布以後 引發了1500多名網民關注評論 網民來吧 感叹說 造假者真是無孔不入 防不勝防 騰訊老納則認為 什麼都能造假 特別是在食品安全問題方面必須嚴懲造假者 要讓其承受不可承受的後果 這樣才有可能遏制不法之徒 狂表示 業內朋友說了 市面上100瓶最多有10瓶 真的 一騰訊網民表示 普遍來說 市面半數是假酒 即便是大型商超 敢賭咒發誓說 百分百保真的也沒有多少家 扛不住 幾乎同日傳出大消息 樓市大崩盤兩個字呈緊記 儘管北京當局近期出台了一系列穩定房地產市場的政策 但陷入危機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依然遙遙欲墜 為了救世 北京上海兩大一線城市12月14日同時宣布 大幅度鬆綁房地產限購 中國最重要的兩個城市北京和上海 同一天分別發布所稱的調整與優化房地產市場的相關政策 優化普通住房認定標準 下調個人房貸首付款比例 以及延長貸款期限等刺激房市措施 北京將民眾首套住房個人房貸頭期款比例調整為30% 二套住房個人房貸首付款比例 東城 西城 朝陽等城六區下調為50% 非城六區調降為40% 北京還取消了房貸年限限制 由目前最長25年恢復到30年 上海發布通知 調降首套住房的個人房貸利率 同時將最低首付款比例調整為30% 二套房首付 一行政區不同也分別下調 近來不少北京的直播主披露 北京90%以上的房子都在跌 你們知道現在北京樓市已經變態到什麼程度了嗎? 在北京千萬不要再亂買房子了 房屋中介貝殼找房的統計顯示 10月下旬 北京二手房掛牌量為14.4萬套左右 而11月初 在鏈家網掛牌的北京二手房就已高達17萬套 北京朝陽區的一位房產中介表示 北京二手房成交價格比掛牌價低100萬、200萬的已經是常態 近日 中共駐建部副部長董建國在出席一個經濟論壇時 批評用暴雷形容房企債務違約的用語不準確 暴雷二字呈房地產謹記詞 董建國還大力唱好中國二手房市場 更引發網民議論 資深財政人士老蠻在社交平台X分析指出 中共駐建部 這是被市場虐到神經不正常了 還不起債 不是暴雷是什麼 不是現金流資產鏈斷裂是什麼 不正是問題 問題就不存在了是吧 理性地看待問題 就是假裝市場還沒有暴雷 一個位於權力第一序列的國務院部門 神經錯亂到這種程度 所以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定還會繼續暴雷下去 暴到每天都是天雷滾滾 老百姓的耳膜都承受不住的地步 以上就是本期阿波羅網正經熱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點贊 轉發 留言和贊助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乾淨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